这个男人来到街上抽烟 一只过街老鼠从他身边跑过 他连忙跟了过去 却发现了更为恐怖的一幕 成群的老鼠从下水道涌了出来 凭借自己多年的经验 他判断一定是有更强大的掠食者 将他们赶出了下水道 为了查明老鼠为何会清朝出动 他决定进入下水道查看情况 深入下水道后 几只老鼠还在疯狂逃窜 一股刺鼻的味道扑鼻而来 接下来眼前的东西彻底将他吓傻 一群变异人朝他粗了 一群变异人朝他 一群变异人朝他 一群变异人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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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和他的出入卡都被取消了权限 最后 在吉姆的帮助下 伊福成功逃离了大楼 但伊福并没有因此原谅吉姆 而是告诉他 如果想要弥补过错 就做好自己该做的事 说服领导对那些乘客的亲人进行隔离 说完伊福就快步离去 此时的他已经成为了通缉犯 接下来的路 他又该何去何从 本期故事到此结束 喜欢血族的老铁 请点黄老四点点